Hello大家好,欢迎新的朋友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那上一期给大家讲了如何批量制作短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在今天这个2024年的一个AI时代 你知道吗,不露脸,同样可以做一个YouTuber频道 我们之所以很多朋友还没有开始做视频 是不是怕的就是露脸呢 今天小鱼就带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虚拟人物作为主播 这样不仅节约布置场景和购买录像器材的一些费用 那还特别适合像小鱼这样子不愿意出镜的一个主播 那比如说像这个频道,大家可以看 他就是用了一个戴着面具的虚拟人物作为主播 他的视频都是这个造型,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不露脸的一个虚拟人物 就这样一个主播呢,他已经获得了一个31万的订阅 月收入呢,也是上万美元了 其实制作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头像超级简单 而且还是免费的哟 今天呢小鱼就来教大家怎样做这样一个虚拟主播 第一步呢非常简单,就是生成一个图像 那这里就用到了我们的一个GPT 把你需要做的一个形象呢给它输入到这个里面 一个动漫风格的友好男性啊,戴着商务口罩 这个是他的一个描述词 这里呢小鱼也会把这个描述词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好了之后呢我们直接把这个呢给它翻译到 一个在线版的海外的一个简印 在这里我们点击新建一个文字转影像 在这下面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多生成两次再输入一遍 在这里我们把这里选成16比9的 我们选择生成4张,然后点击生成 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免费的laylado 来生成这样一个主播形象 laylado呢也是免费用的 每天有150的积分啊 给我们大家免费绘好多张图 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描述词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这边尺寸呢我们选一下16比9 或者9比16都可以啊 看你发到哪一个平台 我们选择一个生成一个 选择生成两张 点击生成 这里呢小伙伴们如果想要做出来的图片呢 效果更好一点呢 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mijirly啊 mijirly呢它是一个付费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mijirly生成出来的效果呢会更好更真实啊 大家自己选择啊 那这里没有mijirly的一个账号的呢 可以点击下面描述栏有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领取链接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虚拟主播就已经产生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男孩啊 这个男孩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不错 这里是有一个戴着口罩的 那我们也同样可以改编我们这个描述词啊 回到我们的GPT 把这个口罩给它去掉 把口罩去掉之后我们再来生成一下 那这里可以选模型啊 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模型 你这里可以选其他的模型 我们选择四张啊 这里要点一下啊 有的时候它会自动跳转啊 这个比例 我们要重新选一下 那这里点一个生成 看下我们的简映生成出来的效果啊 那么这个虚拟主播就已经有了 有戴着帽子的 有没戴帽子的 我们这里可以给它点击保存 那同时呢 那我们还可以用Leilado的一个新的出来的一个功能啊 画质增强 来把这个图片给它进行一个 那这个能看到 如果说要修复这张图片的话 它是需要三四个积分 我们点下 这个画质增强 看一下Leilado生成出来的啊 本来是一个正脸 但是它都是一个侧的了 这是一张正脸 这个效果可以看一下啊 没有修复之前这个图片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这个脸很模糊 修复之后呢 给它一个对比看一下 一边是修复过的 一边没修复 效果真的太棒了 全部都清晰了 整个人 可以点击这里一个下载按钮 如果你对这个图片不满意 你可以到GPT里面来进行一个修改啊 你可以在这里改里面的一些描述词 那接下来呢 就要用到我们的第二款工具啊 它的名字叫Firefly 我们要进行一个图像编辑 往往呢 由AI生成的一些图片呢 需要进行一个编辑呢 才能获得一个最佳的效果 所以这里呢 那我们选择这个Firefly来 编辑一下我们的图片 我们这里没有注册Firefly的一个 APP的呢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描述来去领取一个注册链接 点击上面的登录按钮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进来操作 我们点击上传图像 我们上传刚才的这张图片 现在呢就开始编辑我们的这张图像 使用下面的这个笔刷功能啊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笔刷 点击一下 可以把这个笔刷调的大一点或者调的小一点 我们把它调的大一点 那这里我们就调整好一个笔刷的尺寸 来遮盖呢 移出的一个物品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给它移除 这里选择一个空白 这里我们提示词保持空白 那移除多余的这个物品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一下 它正在移除大概需要几秒 OK了可以看到啊 这里刚才一个小音响在这里已经不见了 我们点一个保持 按照这个方法你可以移除你一些不想要的东西 那比如说这个灯啊 我就不想要 还有这边都给它移除了 我们点击一个移除 OK了看一下啊 已经干干净净了 按照这个方法呢 大家可以移除左右桌面上不需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笔刷呢 遮盖空白区域 比如说我想在这里放一个东西 我输入一个麦克风 在这个提示词里面 我们点击一个生成 那么奇迹就要出现了 它会帮我们在桌面上添加一个麦克风在这里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麦克风 还有这下面还可以选啊 这里可以点一下你喜欢哪一个你就留哪一个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那我想在这边呢 再放一个杯子 在这下面提示词输入一个咖啡杯 我们点击一个生成 那你也可以呢 在这个两边呢 添加一些你想要的一些装饰都OK OK了 杯子也好了 更神奇的时候 你想换背景 那么我们还可以更换这个后面的背景 那我们如果想要替换当前的一个背景呢 可以点击下面图像下方的这个按钮 输入你想要的一个背景 那么点击一个生成 那你想要什么背景呢 这里你都可以在下面的描述词去更换 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 那你还可以换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输入一些关键字来替换一个背景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调整 完成背景替换和场景的一些调整后呢 我们点击上面的一个下载按钮 它就已经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了 那这个图像编辑工具呢 试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啊 几乎就是一个傻瓜 试着点一下就OK 那这里还没有注册Fly的朋友呢 直接去下面描述栏里面去找一个链接啊 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 那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我们的下一步第三步了 打开我们的一个Rflow 选择一个Video 影像工作室 那在这里呢 创建一个新的视频 那这里Rflow呢 它的功能其实和DID或者Higgen 功能都是一样的 类似的 可以把一个静态的图像呢 转换成一个动态的图像 那这几款工具呢 大家觉得哪个好用呢 可以去用哪一个 Rflow呢 大家进来也是同样注册一下啊 我会把链接也会放在下面描述栏 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上传按钮 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刚才的一个虚拟图片 我们刚才这个图片呢 要把它加入进来 我们点击一下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麦克风给它打开 我们可以选声音 这下面有很多声音供我们选择 选一个你喜欢的声音 可以试听一下 Hi there 那我们就选它 这里就点勾选一下 可以把你要说的话呢 贴到这个下面描述栏里面 文本这个里面 那这里点击一个生成按钮就OK了 那这里同样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DID来生成 那么这里勾选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会自动 识别人脸的面部区域 从左侧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配音源 在下面呢 输入我们需要播报的一个文本 然后点击这上面的一个生成按钮 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们同样还 你也可以用DID来做这样一个 虚拟主播 那么这是小鱼儿生成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就完成了动态 虚拟形象的一个制作 那么这些动画呢 可以作为以后视频中的一些素材 来进行一个使用 替代我们真实的一个主播形象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今天呢小鱼儿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制作虚拟主播 所用到的所有的一个APP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 一个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去 自行查找链接 在这里呢 喜欢小鱼儿呢 记得一定要点击订阅按钮啊 把它点击一个订阅按钮 加上一个点赞 下次方便你能够及时的找到 这样一个视频 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呢 有需要的朋友 那小鱼儿呢 每一期视频呢 都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我往期的一些AI视频 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